知道如何在S5.5複刻模式中最快獲得積分嗎? 還記得當年那些強勢陣容該怎麼操作嗎? 新機制的加入又該如何靈活運用 玩出全新的遊戲風格呢? 今天的影片會教你如何有效利用策略點數 幫助你快速升級並獲取豐厚獎勵 此外我還會分享我高勝率的實戰陣容思路 讓你在遊戲中輕鬆超越對手 策略百變攻略戰棋 大家好我是東東 今天我們先來聊聊S5.5複刻模式中的排位機制 也就是策略值 那排位共分為9階 從學徒到先知 在學徒到學者階段 你的排位只會上升不會下降 即便輸了你還是可以依照策略技能拿到相應分數 然而從先者到先知階段開始 輸了就會扣分 而一旦達到神域排位 還會有特別的協調特效作為獎勵 那這裡大家應該會有個疑問 起組技能是如何算分的呢? 其實很簡單 每提升一個排位 你就會獲得一個技能點數 每個階段通常會提供三種不同的技能 一個適合讀狗陣容 一個適合運營陣容 以及一個高風險高報酬的特殊技能 接下來我會為大家分析每個技能的使用方式 以及如何搭配才能最大化你的得分 那我們首先來看看學徒階段的技能 1號技能是打贏戰鬥能獲得更多點數 2號技能是升級能獲得更多點數 那在大多數的情況下 選擇第一個技能會更好 因為假如你運氣不好升不上9 或是該局只能使用讀狗陣容 2號技能只能拿到105點左右的分數 那相比之下 1號技能會讓你拿到更多的分數 當然如果你能夠順利升到9等、10等 通常都能獲得15勝以上的成績 那這時候 選擇1號技能的得分優勢就更加明顯了 出島階段開始都有3個技能可以選 1號技能適合對節奏掌握好的玩家 運氣不佳的情況 通常也能在第一次啟動後達到7連勝 那如果你對運營能力沒有信心 可以選擇2號技能 特別是在擁有提高力氣上限的增幅裝置時 這個技能能幫你賺取大量的分數 那至於3號技能是建議那些喜歡連敗的玩家去選擇 因為目前台服有不少喜歡玩空城策略的玩家 如果連敗被打斷你的分數會大幅下降 如果你在2-1拿到大量的二星一費卡 可能還得為了連敗故意賣掉卡片來擺爛 是一個超高風險的技能 那專家階段的技能就比較直觀 喜歡獨狗的玩家就選擇1號技能 運營型玩家則選擇2號技能 而3號技能則留給那些喜歡冒險的玩家挑戰 那上市階段1號技能是相對穩定的 無論使用什麼陣容只要運營得當都能拿到穩定的分數 2號技能則適合運營型陣容 特別是使用高費95陣容的玩家 能在後期獲得更多分數 3號技能依舊是一個高風險技能 由於這個版本的彩色羈絆只有3個 因此個人覺得這個條件比較難達成 適合在擁有大量過場的局使用 前者階段1號技能同樣追求穩定 每一局大約能拿到200分上下 不會有太大的波動 3號技能因為每場比賽必定能獲得一件聖光道具 所以保底就能有100分 如果能再多獲得一件神器或輔助道具 分數就能跟第一個技能持平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拿到助你老 這個技能的分數會非常可觀 3號技能則是鍋鏟愛好者的必備選擇 只要有兩個鍋鏟就能和第一個技能打平 最後是賢者階段 1號技能是活到6-1即可獲得分數 血量越高分數越多 2號技能是前四名可以加700分 這意味著只要在6-1的時候保持25滴血 1號技能就會超過2號技能 至於3號技能是只有前兩名能加分 這技能適合那些喜歡索寫大衛逆翼的玩家去嘗試 那接下來我整理了幾種技能點法 來幫助大家選擇適合的陣容 這裡的陣容公式我都會放在資訊欄 對於陣容有問題也可以來我的DC詢問 第一種是獨狗愛好者 其實很簡單全都選擇第一個技能 推薦搭配這兩套陣容供大家參考 第一套是賭牙樹 七人口成形 四葉 四征服 六等抽到全部二星 七等抽三星之後升級 第二套賭地獄 七人口成形 六地獄 兩鐵甲 有克雷德強化或地獄轉的時候必玩 四等抽波比克雷德 上六抽小炮 上八等有提摩 有機會可以去打決賽圈 第三套賭飯 七人口成形 四隕落 三聖光 需要大量的攻的陣容 四等抽雷歐納跟飯 升六之後小抽一波 找到瑞兒可以數七 第四套賭黎明 八人口成形 六黎明 三戰 有黎明轉是直變 可以督夠 也可以運營 正常上六等找三費二星 卡七等刷三星之後上八 第二套是運營型的八四轉九五 這是我個人常用的策略 測試了十場後就從學徒升到了喪屍 督導階段的技能是可以靈活替換的 但我個人更偏好選擇第一個技能 這邊我也推薦幾套我常用的陣容 第一套是AP95 黎明或聖光過度上八 八人口找大眼或卡馬二星就可以上九 換成五費卡去拼 通常我比較喜歡用復仇王魂或秘術等等的牌去拼 大部分的四五費卡都是可以用的 可以依照近的二星卡去搭配 第二套AD95 速八找雅飛跟鐵甲牌過度上九 阿克上二可以拆遊俠 改拼暗夜跟刺客去偷後排 第三套是鐵騎開二 高騎士過度上八 找達美文打工上九 開二星之後基本上有決賽圈 後期拆掉騎士補成高密術 再來第三種配點適合喜歡連敗的玩家 這樣的配法只要操作得當 可以帶來極高的收益 專家的二號或三號技能可以替換 這取決於你是否想要讀 該局能否升到十等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連敗 升八或升九的策略思路 歡迎在底下留言 留言數超過五十的話 我會在下一期詳細分享我的連敗心法 如果你喜歡聯盟戰棋 記得按讚訂閱和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才不會錯過更多內容 我是東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